有时候好像喜事是会被传染的啊 你看这一边呢杨彩妮刚刚完婚 另外一边总是被大家说成是黄金圣女的徐若轩 也好像是好事将近了 最近徐若轩一身黑色和珅小洋装 现身某商场 不久身边便出现神秘男子与他会合 两人十指紧扣步入婚纱店 后经了解该男子是小徐若轩两岁的 新加坡某集团的主席李云峰 看来徐若轩的真命片子终于现身 而且从逛婚纱店的节奏看 难不成两人要好事将近了 眼看同龄的林志盈已经荣生幸福奶爸 今年38岁的徐若轩虽然容颜依旧当年 却一直未能摆脱大龄圣女头衔 男朋友的神秘面纱始终没有揭开 在今年5月份的一次采访时 徐若轩就透露了结婚计划 当时可是惊呆了不少媒体朋友 明年明年 想真的吗 今年要拍戏拍到年底啊 今年是不可能的 明年吧 明年明年明年会有 明年再告诉你们 明年再聊这一题 现在看来 那时的徐若轩应该已经在热恋期 一对情侣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恰的阶段 难怪对于自己的婚礼 徐若轩早有打算 虽然我一点都不梦幻 我从来没有幻想过我的婚礼 因为每次人家问我我都答不出来 但是我 我今天突然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会办婚礼 我就要有一个原住民的那个主题 想低调也不行啊 也许这就是圈里人的身不由己吧